大家好 今集是小學四年級英文閱讀理解之問題與答案和算字認識 這一集教大家如何去找答案和如何回答 如果你想看課文說什麼就看上一集 那就很詳細解釋了 看完課文說什麼再做這個練習就很容易做了 如果大家想要資料答案就記得留電郵給我 WhatsApp我、WeChat我 我馬上送給大家 看完之後如果是好的話 你記得要Like、訂閱和Share影片過去 現在開始吧 Read the story again Put the events in the correct orders Write 1 to 5 我們再看一看個故事 跟著將它的次序排好 1-5 好 第一個 就是這個 1 1-5 1-5 1-5 3-5 1-5 1-5 2 2 3-5 2 3-5 2 4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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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过山车 Jimmy乘巴士回香港 好了,看一篇文字的次序 第一,就是乘搭杜伦 第二,跟着在museum看表演 在museum看3D表演 第三,就是去主题公园 珠海的主题公园 就是看海豚表演 四 Jimmy就跟着玩火山车 嗯? Jimmy就是乘巴士回香港 就在这里找了 好,第二条 Finish Jimmy's email to his friend Write one word from the story for each blank 完成啊,jimmy的电邮啦 给他的朋友的 每一个空架写一个字 在故事里找的 亲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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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 We went to Macau 我们去澳门啦 上星期五 Mum and Dad took me to a Museum in the morning and we also had a nice dinner at a seafood restaurant the next day the next day Mumma and Dad 带我去一个博物馆 早上 跟着呢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晚餐 在一个海鲜餐厅 第二日呢 Answer the questions Breaken the circles 回答问题 陶黑的答案 3 Jimmy complained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because he Jimmy呢 最尾那里呢 有投诉啊 因为他 因为他 一点 Wish the holiday could last longer 希望假期可以长一点 那么呢 在哪里找呢 就是这里了 爸爸说了 我们要搭巴士回香港啦 啊 Jummy呢 就 complain啦 就 不是很满意啦 但是我还想去看多些 大湾区的东西喔 就在这里找啦 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好 以下哪一个是对的? D Jimmy wanted to visit the Gutter Bay area again Jimmy呢 还想再去多次大湾区呀 好了 好了 那在哪里找呢 这里啦 妈妈就笑笑口说啦 我们下一个周末 才再去啦 你等一下啦 就在这里找啦 就在这里找啦 好了 A是不对的 Thursday was our public holiday 星期四是公众假期 这个是错的 在这里 星期四晚 现在是四晚 第二日是公众假期 所以星期五才是公众假期 B At first Jimmy wanted to go to a theme park in Chuhai 起初呢 Jimmy呢 想去珠海的主题公园啦 那是不对的 他是想去迪士尼的 就是这里啦 我们是否去迪士尼啊 Jimmy就问啦 所以B不对 到C啦 Jimmy呢 Wishet an aquarium in Macao Jimmy呢 就在澳门呢 去了一个水族館 那是不对的 应该就在珠海啦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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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水族館 所以答案是D 好了 那今集呢 就是去到这里啦 那如果大家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都是不明白的话 有东西想问我呢 就在留言区那里问我啦 欢迎大家问的 那如果你觉得我说得好的 你记得呢 是给一个like我啦 订阅啦 和share 这条片出去啦 那多谢大家啦 拜拜 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